大家好,我是小二 很多人说娱乐圈是个名利场 感情都当不得真 大明星之间的友谊 大部分都是在做场面功夫 其实也不尽然 至少杨子和张一珊这一对一直都很真 最近沉寂已久的张一珊又上热搜 这次她终于官宣了她和杨子的关系 在当节目里 宋丹丹问张一珊 你经历过最大的谣言是什么 张一珊回答道 最大的谣言 我觉得在我这儿 就是觉得我和杨子在一起 节目一播出 大批网友都直呼CP梦破碎了 两人同心出道 12岁相识 一起拍戏 一起上初中 一起经历了高考 最后还在同一所大学 做同班同学 长时间的相处和陪伴 大家本以为他们会更进一步 而他们却止步于此 5月5日张一珊迎来30岁生日 范文感叹 8岁第一次面对镜头 今年已经尔历之年 这一路走来 感谢所有观众们的支持 感谢山珊们的喜爱 感谢所有生活中 工作中认识的朋友们 未来我会继续努力 拍出更多的好作品 低调了很久的杨子 专门发文为他庆生 那年我们刚考上大学 到现在已经11年了 很庆幸我们的友谊 更加艰苦 一直伴随彼此 多得不说了 生日快乐 爱的张一珊 我最珍贵的朋友 永远快乐健康 他还特意翻出 11年前和张一珊 一起主持学校比赛的照片 照片中的两人 一个帅气阳光 一个可爱大方 而现在的他们 双双专注于演艺事业 贡献了不少优秀作品 原来比岁月 更加坚固的是友谊 原来能一直 陪伴彼此的是朋友 在大多数人眼里 张一珊和杨子 是一对欢喜远甲 只要他们在一起 就不可能静得下来 不是你对我一句 就是我垂你一圈 很少有人看到 他们在隐藏 闹腾背后的关心与爱护 张一珊比杨子大半岁 总会不自觉的关心他 杨子生日 他可以带着 一大帮男生 给他轻生 在他因变胖 而自卑的时候 给他唱做你的男人24小时不睡觉 录制节目的时候 他一直鼓励 因为恐高 不敢做任务的杨子 再坚持一下 别放弃 要下去 我陪你掉下去 两人一起出席活动 他全程充当杨子的小跟班 给他拿话筒 给他提裙摆 给他整类刘海 一举一动 完全是无言的关心 而杨子早已将张一珊 当成了佳人 他知道张一珊神体不好 还有严重的胃病 一直提醒他去做胃镜 还在每年的生日祝福中 一遍遍祝福他 健康平安 龙马精神 他知道张一珊 因为绯闻不愿连累他 却主动缠着要生日祝福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就算全世界背叛你 我也会站在你身后背叛世界 张一珊曾说 她是我人生中 比较特别的一个女人 可以肆无忌惮地 蹂躏我的那种人 杨子也回应 我也觉得她是我人生中 特别的一个男人 同性出道 一起走红 陷入低谷 再次翻红 这高高低低 跌跌撞撞的成长之路 有彼此陪伴 真好 原来有一种友情 可以跨越爱情 另外一对 令人羡慕不已的 就是周迅和陈坤 娱乐圈中 有很多人分分合合 他们两个却是例外 算起来 陈坤和周迅 已经认识20年了 向悟向雨又向风 是他们合作的第一部剧 懵懂轻色的陈坤 先后一脸灵气的周迅 成了无数人心中 无法超越的景点 恋爱中的宝贝里 两人虽然不是一对 但看起来无比般配 买伴之下 是他们合作的首部古装剧 直到话皮大爆 小微和王生的爱情结唱 感动了无数人 无数观众都希望 他们在一起 但很可惜 两人有友情 甚至如同情人 就是没有爱情 陈坤和周迅 可以穿裤衩 拖鞋 调侃大神的关系 多年来 两人就算搬家 也要住楼上楼下 只要周迅一招呼 陈坤就会穿着裤衩 拖鞋上楼 两人一聊就是一天 他们有着过命的交情 有次周迅拍戏 差点溺水 周围的人都没察觉 之后陈坤看出一样 马上将他救了起来 比起恋爱 他们更愿意 做彼此背后的依靠 每次周迅感情受挫时 陈坤都不过多干涉 只对他说 你失到坑里了 你要自己面对 你需要我在的时候 我在就像家人一样 只要周迅有事 陈坤都会第一个挺身而出 在周迅受伤的时候 陈坤也成了最好的避风感弯 陈坤喜欢周迅吗 也许更多的是 说不清道不明的倾诉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喜欢 早已超越了 简单的男女之情 成为了足以相伴一生的友情 原来有一种友情 可以跨越岁月 多年以来 娱乐圈友情 总没贴上塑料的标签 仿佛名利 一定会让人忘记初心 表面感情再好 内心龌龊不堪 但张医山和杨子 周迅和陈坤 已经证明了 有一些朋友 一路跌跌撞撞的成长 早已固若金烫 甚至超越了爱情 有一些朋友 几十年如一日的厮守 早已变成了家人 甚至超越了岁月 甚至有一些友情 可以超越生死 每年9月16日 陈坤文都会发 一种粉色天空的照片 粉色是好有 乔人良最喜欢的颜色 天空是他对 乔人良最神奇的怀念 他已经习惯了 用他最喜欢的 粉色云朵 去告诉他 我想你了 乔人良在陈坤文心中 从来都是不一样的 他是他到来大陆后 第一个姐姐的朋友 人在陌生环境中 很容易产生依赖感 陈坤文也是 他喜欢这个 阳光开朗的男孩 和他在一起 总有说不完的话 而乔人良 对陈坤文也非常宠爱 他知道他 喜欢抱着泰迪熊睡觉 于是到处给他淘汰弟兄 给他买各种娃娃 他懂他的小女生心思 于是想办法给他惊喜 对他总是有求必应 他对他非常关心 有时候看到他 皮肤状态不好 还会带他去做护肤 距离乔人良离世 已经过去五年有多了 这五年里 陈坤文有空就去看望 乔人良父母 跟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他已经把乔人良父母 当成自己的父母来对待 替好朋友乔人良 尽一份孝心 他和乔人良的友谊 经得起岁月和生死的考验 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 原来有一种友情 可以跨越生死 很多人认为 男女最好的关系就是爱情 一纸婚书 是彼此最甜蜜 最坚定的承诺 但是有一些人 他们不一定只能是爱情 杨子和张艺山 陈坤和周迅 陈坤文和乔人良 他们不是亲人 却生死亲人 不是恋人 却生死恋人 他们的关系 仿佛用一种情感来形容 有一个词那就是知己 人生得以知己如此足矣 愿我们每个人 都能找到这个人 互相吸引彼此靠近 在漫漫人生路上 有一束光始终为你照耀 有一个人始终为你守护 不是所有的感情 都能够得到善待 但要相信 总能找到你的知己